癌症治療名醫 邱仲峰陪安寧病人 走完最後一程 我心裡是想說我比較傾向於想當 對社會比較有貢獻的醫師 所以我比較考慮是比較冷門 比較少人去 所以我的第一志願是要去安寧病房 台北醫學大學輔社醫院 副院長兼癌症中心主任邱仲峰 就讀高中時曾迷失自我 初次考大學時還落榜 後來接觸基督教醒悟 隔年便以優異成績考上醫學系 並選擇投入癌症治療與安寧照護的領域 所以我就去申請馬接醫院的安寧病房 那因為馬接醫院的安寧病房 正好是屬於放射腫瘤科 所以我就必須也同時學習放射腫瘤科 二十多年前 他遇到一位五十多歲口腔癌末期難病患 這名病患年輕時拋棄棄子 因此家人都不來看他 經過我打電話過去之後 他的媽媽和哥哥 嫂嫂 他們都一起到醫院來 後來他們就到病床去告訴這位 即將過世的這位伯伯告訴他們 他們要原諒他過去所作所為 結果在最後這一幕 他們全家在病床旁邊大和解 非常溫馨的一幕 那這個波波在過世以前 留了一個字條 謝謝我 告訴我說他真的非常的開心 他在最後的幾個小時 能夠得到這個最美的禮物 當安寧病房的醫師 幫這些末期的病人 做我們能做的事情 是十分有價值 讓我覺得找到一個當醫生 一個很重要的價值感 他在行醫之初 也曾遭怪病產生 那我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是當年還在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曾經罹患了一個怪病 就我全身的皮膚潰爛 而且嚴重到都會流血 那有一天偶然的機會 遇到一個德國的教授 他告訴我 他懷疑我是因為飲食不當 造成重金屬過多 讓他現在注重飲食清淡 和保持運動習慣 爭取一些時間 不管是走路 慢跑 運動 騎腳踏車 游泳 這個都是很好 我們隨手可得可以做的事情 為了讓病人有更好的照護 院方也有完整的設施 迎廣場 就是我們希望這些病人 跟病人的家屬 在這邊從事一些活動 不要困在那個病房裡面 跟他聊聊天我們為他祷告 所以這個就是法師用的地方 這個是神父跟牧師用的地方 在這個洗澡機 它這個水就有點像SPA一樣 會上衝下流旋轉 就不方便 所以好像這個病人在做SPA 邱仲峰不但是為時常 關懷病人的好醫生 同事也在 從他身上學習到很多醫術 和帶人處事之道 動新聞台北報導